大家好,我是欣雅 歡迎又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一下工廠的一天在做什麼 今天這支影片會以工廠生館舉例 帶大家走過一個工廠生館 從早上起床到晚上 他的一天是怎麼樣路過的 非常緊湊 話不多說,我要先來切錄主題 現在是早上7點15分 基本上我按掉鬧鐘之後 我就做個簡單梳洗、刷牙洗臉 然後7點20分走出房門 開始吃早餐 因為飯廳就在我房間外面 所以非常近,一分鐘就到 然後我早餐只需要五分鐘內就可以吃完了 因為在我當初外派工廠的早餐菜設施 每天都一樣的 菜風配上白粥 有時候阿姨心情好 就會煮個綠豆甜湯給你當甜點 所以就是為什麼我只需要五分鐘就可以吃完我的早餐的緣故 那當然如果你是沒有辦法接受這個早餐的話呢 你就可以自己平時收假去買麵包 然後囤好一個禮拜的量 你也可以享用很美味的早餐 只是要更早起床就是了 所以7點25分 吃完早餐之後我就會走到辦公室 準時在7點半以前抵達我的位置上 然後開機 開始我充實又忙碌的一天 現在時間到了7點半 開機之後呢 我優先會做的事情是 把比較緊急的信件先都全部mark起來 然後看我的skype有沒有任何的未回訊息 然後也先全部都掃過一遍 那這樣等一下我在正式開始工作呢 我就可以一次性的 然後很有方向的去把這些信件跟訊息都回掉 現在時間到了8點 在我以前的公司呢 升管是不需要每天都和現場幹部以及廠長開程會的 所以8點到9點半這段時間呢 就是我自己可以獨立工作的時間 那在這一個半小時裡面呢 我會專心在處理剛剛掃過的那些緊急郵件 必須要去各個系統查核資料 舉例說 假如今天有一個email郵件是在討論 某某款式的某某料 淨料數量跟當初訂購的數量有出入 請工廠升管 何時是否為真 那我就需要進到工廠的內部系統 輸出報表 然後一億的核對 到底淨料的數字是否確實跟當初訂購的數量對不起來呢 那如果經過我的查核之後 好的確對不起來 那我就可以把我查到的結果做一個很簡單的Excel Sheets 這邊還有一個注意的點就是 我為什麼要另外自己做Excel Sheets 是因為其實台北的同事 對於我們工廠系統是非常不熟悉的 所以你是沒有辦法直接把你看到的 Screenshot然後副子貼上 有人的確這麼做 可是其實那是非常難讓人理解的 所以我一定會自己另外做一個簡單的Excel小表格 貼在信裡面然後簡單敘說一下內容 然後再回覆給台北的同事 就是讓他們理解他們的疑問跟這個問題點的確是存在的 那因為聲管最主要的工作內容呢 就是要確保倒料完全沒有問題 那這個沒有問題呢就是倒料的日期跟倒料的數量 所以基本上每天會有非常多的信件 都是在處理相關的問題 只是不同款式不同客人等等 那當然理想的狀態下呢 就是八點到九點半是我完整可以工作的時間嘛 那其實途中你還是有很多會被打擾跟中斷的瞬間 例如說可能現場幹部跟廠長在開程會啊 那他們就討論到某一款的料有問題 可能是數量有問題或是品質的問題 那聲管是管料的人嘛 那廠長可能就會說 好請去請某某聲管進來一趟 那我可能就進去 我必須要做一個簡短的報告啊 或是我必須要提供 我會怎麼處理這個問題或是異常 那我必須要在大家的面前馬上迅速給一個答案 那我再回來我的座位上 然後繼續做我的事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當天有客人預計來場的話 其實大概九點半以前他們就會到工廠了 所以我可能就要抓一下時間 然後可能打電話問一下司機說 我們家的客人的車子是不是快要開到工廠了 如果是的話呢 我就需要去驗禍室或者是去會議室 確認一下那邊的環境啊 整潔啊 茶水啊 零食啊 是不是都被阻了 時間來到了九點半 客人終於到工廠了 我會在就是驗禍室那邊跟他做個簡單的日常打招呼啊 關心一下他情況怎麼樣 客人他們來場的目的呢 通常都是要做驗禍 驗禍有分成前段驗禍啊 中段驗禍啊 或者是最終的驗禍 那這種比較日常性的客人來場行程呢 都是只是要做一個比較是例行性的check 就是他必須要確保說 我這款的生產沒有任何問題 不要到最後的驗禍才一次發現好多問題這樣 所以我就會跟他簡單對一下款式 跟他需要我們提供給他的衣服件數等等的 那我就會馬上請就是工廠 現場的品質組的同仁 就是通常都是小妹啊 或是小弟 他們就會根據我開的單子 然後去拿A款37件 然後或是B款40件等等的 然後這樣子運到驗禍室給客人驗禍 簡單的寒暄完之後啊 將落之後啊 其實時間也已經10點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進到現場各個部門或是產線上 確定我的貨是否正在順利的生產 生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原料管理好 所以基本上每天用的10點到12點 我都會到現場跟各部門確認我的原料是沒有問題的 那舉例來說我可能就會去布倉 就是所謂的倉庫 然後就跟倉庫的主管啊 主任啊 簡單的點一下啊 就是各款的數量跟你驗完布的品質是否有問題 那他們看到你有人來了嗎 他們就會跟你講 這個某某布啊 狀況真的很差耶 就是明明說好了一卷有可能兩尺啊 為什麼驗不驗出來才1.8尺啊 這個不行 這個我們要就是跟供應商反應才可以 那我就會趕快做個簡單的筆記 然後或者是我之前就已經收到就是倉庫主管有發Email給我說 請我去倉庫跟他確認一下某一款料的數量 他們有發現有非常大的異常 那我就會到現場跟主管現場看那些料 然後邊看報表邊看料本身 然後並請他們現場抽驗給我看 看他們現場抽驗出來是不是真的 如他們所講的異常非常多 那我也會到包裝部門那邊去確認 我管理的款式的包裝進度 是不是都按日程在包裝部會delay 通常呢就是常常發現的情況 就是我可能在現場走啊走 可能走了一半 然後我突然就接到客人的電話 那客人就會請我到驗貨室呢 去跟他一起看一下某一款的貨 那一定是因為有問題他才會這樣緊急的call我 所以到驗貨室呢我如果看到衣服之後 我用我的知識跟嘗試判斷這個品質真的不行的話 我會跟客人一起到產線上看 到底衣服實際上是怎麼車的 那到底實際上的問題點會在哪裡 然後跟現場的QA啊QC啊 就是我們品質組的同事 一起討論該怎麼克服 該怎麼在下一批的時候 把這個衣服車的更好 避免同樣的問題再發生 那其實這樣子在現場 這樣悠悠晃晃走來走去 很快時間很快就過了 其實就已經到12點 就是中午的吃飯時間 那中午吃飯時間呢 我可以就這樣直接去吃飯嗎 當然是不行 因為客人還在工廠 所以我必須要先把客人送到他們用餐的地方 我們會在工廠裡面另外備一個 可能簡單的小空間 通常也是跟我們一樣在食堂 或者是會另外備一個會議室讓我們用餐 那確保他們的餐點呢 都有順利送完之後 我就會到食堂去用餐 那午休時間呢 通常都是12點到1點 所以吃完飯之後 可能會回房間簡單放空一下啊 或是睡個小午覺 1點再回到辦公室 那現在時間很快的 已經到了1點 下午1點 其實下午1點呢 雖然我有睡午覺的習慣 可是不得不說 真的是一個讓你很難有精神的時候 所以1點到了之後呢 我通常就會跟辦公室的其他升官啊 或是其他同事啊 先簡單就是泡一下熱飲啊 或者是喝個飲料聊個天 大概1點10分才會又再度開機的工作 1點10分到下午3點這段時間呢 我會繼續的處理E-mail 因為其實早上 我只有處理到最緊急的E-mail 那現在這個時間呢 是要處理掉一些次等緊急的信件 因為我們每天真的有非常多信件 等得你回覆跟確認 除了處理上午沒有辦法看完的信件之外呢 下午這段時間呢 也會主動再回覆 例如說 可能上午台北某個同事問我 某一個狀況 可能說那個原料數量 你可以幫我去現場確認一下嗎 是不是廠商真的有少送啊 那我就可以利用上午進現場這段時間 去做查核事實的動作 然後下午呢 我就可以利用這個1點10分到3點這段時間 把我到現場查核完的結果 做個小總結 然後回覆E-mail 那其實同一時間呢 台北是大概2點10分到4點 這個其實也是他們工作最尖峰 最繁忙 最Intense的時候 所以其實這個時候呢 是很容易接到台北同事來的電話 因為他們可能想跟你討論別的事情啊 或是他們想要再發E-mail給你 之前先跟你講一下 某一個款式的重點等等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也滿常 是我邊回E-mail 然後邊要講電話的時候 時間很快的已經來到下午3點 3點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客人的驗貨也快要告一個段落 因為他從早上9點半一度驗驗到現在下午3點 所以這時候我通常會去驗貨市一趟 然後關心一下客人的狀況 然後客人也會跟我總結一下今天的驗貨報告 然後也會跟我一一的說明有哪些問題點還要改善啊 然後確認我跟我們品質觀的同事都有認知到有這些問題點 然後我的品質觀的同事呢 就會去跟現場商討該如何實際改善 但因為商管是什麼都要管的人 所以你也必須知道你的款式有什麼樣的品質問題 在聽完客人的驗貨報告之後呢 我就會送客人上車 目送客人離開我們工廠 然後回到我的辦公室繼續工作 現在的時間呢 來到下午3點40分 3點40 3點40之後呢 我會比較專注在處理很日常性的宿物以及文書作業 因為我們的工作不是只回email跟去現場查核就好 我們還是有很多報表啊 或者是一些比較key in 重複性的工作等等我們去做 那這個時候因為客人也走了嘛 然後台北也快要下班了 所以就比較不會有人再去打斷你 你可以真的完整的坐在位置上處理事情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會把比較宿物性的工作 留到比較晚一點再做 那這些宿物性的工作大概有哪些呢 像是我可能就會開始量包裝方法啊 然後量包裝紙箱的大小 或是key in 裝上單啊 或是準備隔天要用的產前會議的文書資料 因為在工廠我們還是用比較多紙本的資料 所以在開會的時候我們要必須把很多相關的文件啊 像是設計稿啊 或者是車縫方法都印出來印成紙本 裝訂成一本很精美的產前會議紀錄 那這個的話我就會利用這個時間把它完成 好那做完了這些比較舒服性 比較辛苦耗眼力跟體力的工作之後呢 時間就來到了五點 那其實工廠呢都是在五點前就會關門 有時候是四點的時候是五點 不一定看我們訂單多寡何訂 那五點呢我一定就會先關掉店了 然後回到房間休息一下等晚餐好先休息 然後大概五點半的時候 你就可以一樣到餐廳去用餐 那用完餐之後呢我就會回到飯店 什麼飯店我哪有飯店 那用完餐之後呢我就會回到房間啊 可能繼續小小的耍廢啊滑一下手機啊 那時候還蠻喜歡追韓劇 可能就追一下韓劇等等 那這個時候大概會是最晚大概七點吧 我就會決定我是要繼續待在房間休息耍廢 還是要回辦公室加班呢 那這個決定完全就是依照你當時是盲季還是淡季 如果是淡季的話呢 基本上你五點和上電腦之後 你就可以就是完整的休息 可是如果你今天遇到盲季呢 你吃完餐然後簡單休息一下 大概七點我就會決定回辦公室 再做個短暫的加班 因為我覺得這個跟你的經驗值也有關係 就一開始如果你是新人 你就會真的比較容易加班 因為你沒有辦法判斷什麼是隔天再做就可以 但是你今天如果做久你有經驗了 你越會分那個緩急輕重 你就越可以知道你什麼時候可以五點下班 什麼時候不能五點下班 那今天是晚上七點 我們就以盲季來舉例好了 七點我回到辦公室之後呢 我就會看我有什麼事情是 一定要在隔天以前給出答案 例如說我本來白天就應該回的信啊 可是可能因為跟客人聊的比較久啊 或者是白天跟台北同事的會議比較多 導致我沒有回信的時間 那我就會利用這個加班時間 把那些信全部都處理掉 以免隔天就是被台北同事 就是奪命連環call追殺等等 那我以前大概加班加最晚 我都不會超過八點半 那可能一開始又很極端 加到什麼十點十一點 那個就是少數 所以我之前很像都會讓自己 就是在八點半的時候 完全結束掉工作 然後回房間休息 大家一定就也蠻想知道 到底平日在工廠的休息你會做什麼 那因為我們平日是不太方便離開工廠場區 因為場區首先是第一位置 還在鄉下 所以你平日晚上就是一個人出去其實是蠻危險的 那第二個就是呢 在鄉下所以你也沒有什麼休閒娛樂 所以你也不會想要離開工廠 那我可能自己的話 我就會找幾個比較好的同事 那可能會去某個同事的房間 就是聊聊天啦 或者是看看 一起看看一些好笑影片啊 或者是八卦一下工廠的事情等等 大概就是九點多再回到自己房間 就是洗澡啊 休息啊 那或者是 因為其實工廠的附地很大 如果有些比較愛運動的朋友啊 我們就 像我以前也會跟我同事 約在某個空地打排球 對就是 果然是看你怎麼安排啦 然後或者是 有很熱血的同事 他很喜歡跑步 他就是在平日晚上 然後都繞著工廠 就是慢跑 然後可能跑個一兩個小時之類的 就一直繞著工廠 所以其實就是各式各樣的休閒活動 等著你自己去探索 然後跟選擇 但我以前就是每天固定一定都會在十點半 以前就請睡覺 因為隔天真的太早就要起床了 所以我覺得早睡對身體也蠻好的 好 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工廠工作的一天 那希望大家還覺得外派工作有趣 繼續follow下去喔 掰掰